Hello大家好我是杨小杨 今天早上我来我们另外一个村子 是一个回族的一个村子 来他们的菜市场转一下 帮我的朋友买点这里的腌菜 他说这里腌菜好吃 我就一早起来就过来帮他买腌菜了 我带大家去看一下这个回族的这个菜市场 这里都是卖牛肉的 他们那里是他们的清真寺 是他们菜市场的入口 去看一看今天有没有卖咸菜的 这里卖的东西还是比较多的包子 都是回族的 今天好像来了剩大妈在卖 我过去买点 这是这种老烟菜 很好吃的这里也好多的 这赏单的3块钱呢 但吃我也在卖 这里都是那个回族的市场 东西还是比较多的 这里的其实牛肉还是比较贵的 58块一斤 还有卖衣服的什么都有 我买了一点这个烟菜买了三袋 我一袋 我的朋友一袋 这里还有卖花的 卖这些干果的都有 还有蔬菜也是比较多的 花菜 折耳根你们吃过没有 还有白菜 西红柿 谢谢 还有这个人工菌 我现在要去吃米线了 回族的那个牛肉米线 我不打算买菜了 因为也不知道买什么 这里还有这个现宅的这个牛肉 买的人是比较多的 这里的菜市场还是比较热闹的什么都有 还有这些糕底 这里有两家这个回族的馆子 生意都比较好 我不知道选哪家 这里是什么大理风味的回族的 干脆来这家吃一次 上次是在那家吃的 味道比较好 我来这一家吧 牛肉米线 牛肉米线 放点泽料 谢谢 牛肉米线 放点泽料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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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一碗正宗的就是回族的牛肉米线 牛肉还是其实不太多 七块钱一碗 好了我现在准备吃早点了 这家米线还是比较好吃的 不太咸 还放了好多剁料 比上次那家就是稍微荡了一点 不是太咸 这不用吃放大锅 我要买了这个包子 七块钱十个就是牛肉包 听我同事说最好吃了 他家们 现在准备回去了 去一下我家里面 打扫一下卫生 好喽现在已经到我家里面了 已经打扫一下卫生了 今天早上 整个早上都是忙忙碌碌的 其实同时我 一般去菜市场 原来几年前都不太去的 那两年因为就是你要自己学会独立 然后就一到星期六星期天 我没别的事 就是早上都是去菜市场 看一看有没有什么菜买一点 回来 然后带回去家里面给我妈 因为我妈就是走路不方便嘛 我要买了给她 然后做菜做饭 有时候我同事听我说什么好吃 就也会叫我大一点 第二天上班去抵抢 这也挺好的 原来就是好多年前我 菜市场好像从来不怎么去 因为也不太做饭 也不太买菜之类的 都是我妈在那 在做 现在就是我适应一下 每个星期已经成习惯了 都要去抵抢菜市场 买点菜 今天就买了点包子 买了点 那个 咸菜 后面我还买了一点牛肉 等一下 回下就我洗个澡 然后回去 拿着我妈今天下午炒了个牛肉 这两天 明天要上班 上几天班 又要放那个合情就不下了 其实我一点 一点都不喜欢放点 放在就一个人在家里面 没什么事干 就是整天就是睡觉 因为我 因为现在身体不好 我也是过段时间 是再过一个星期 我也要准备早上起来 动力一下身体了 晚上就睡得好一天 昨天晚上就睡得差不多 六五多小时 因为喝了点牛奶 比较睡眠也好了一点 好了 现在我要下去 下面楼下的还没打扫 现在我只是把楼上的尾声打扫了 我要下去一楼把一楼的尾声也打扫一下 有两个星期都没扫了 我这个人有点洁癖 不喜欢 虽然 嗯 就还是干净的 但是也要打扫一边 因为有灰嘛 好了 我现在不说了 拜拜